为了要庆祝元宵节 花莲市立幼儿园特别提前举办元宵系列活动 设计出不同的关卡 让大中小班的孩子们能够认识传统习俗 而市长魏佳燕也到场与小朋友们一起动手DIY 进行趣味竞赛 希望从寓教娱乐当中训练孩童的逻辑思考 以及肢体协调 更增进彼此间的合作默契 花莲市长魏佳燕与市立幼儿园园长李飞林 拿起主板打起节拍 齐声说唱起元宵童谣 让现场的孩子们被逗得哈哈大笑 为了庆祝元宵节 花莲市立幼儿园特别在23号 期前举办元宵系列活动 而老师们也设计出各项不同关卡 让大中小班的孩子们都能认识到不同的传统习俗 老师们精心准备了不一样的分林分成的活动 那大班他们就准备了就是像猜灯迷 抓龙尾然后敲响板念元宵节的唐诗这样子的趣味活动 让小朋友去体验 那中班呢我们老师则带着小朋友一起搓汤圆搓元宵 让孩子呢在元宵节的时候呢可以体验一下传统文化 那小班族的小朋友呢跟爸爸妈妈一起在家里做了灯笼 然后带来学校一起提花灯 那今天也会在学校呢一起制作简单的灯笼 然后跟小朋友一起分享 市长卫家宴除了道场与小朋友们一起动手DIY 进行趣味竞赛 也希望从寓教娱乐当中训练孩童的逻辑思考与肢体协调 更增进彼此的合作默契 那我想每年的各个节日 我们都会以小型的活动来应景 那在这边也跟我们所有的孩子们说我们的节庆的一个由来 这个礼拜24号跟25号 我们在远东百货的一个广场 我们有一个元宵节 我们客家元宵的一个活动 也希望所有的市民都一起来参加 那如果有一些详情的部分 也希望大家能够上我的脸书 或华联施工所的脸书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资讯的一个部分 四右这次的活动除了结合抓龙尾 摇元宵搓汤圆 也带领小朋友耐心的拼装出龙年提灯 现场热闹非凡 并充满着浓浓的节庆氛围 让小朋友的童年都留下一个难忘回忆 记者 徐立琴 花联士报导